亲爱的姐妹们朋友们早上好 欢迎来到我们洛杉矶妇女全福会的联合聚会 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的聚会 那请我们带着安静的心 一边来祷告一边来聚会 我们请我们的辅导Therisa为我们聚会 做一个开始的祷礼 Amen 感谢主 主义说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时间 请Mina来到我们中间 为我们做见证 让所有在场的跟听录音 看录音的人也同得益处 主我们赞美你 谢谢你 你真是高高的坐在天上 看见这一切的活动 看见我们的内心 求你祝福与会的每一个人 和我们的家族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有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 你要敞开天上的奥秘 对我们述说 让我们完全知道神美善的旨意 也谢谢主祝福Mina和先生 和他们的事工 和他们的心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 你极大的同在在我们中间 我们把尊贵荣耀 我们心中最深的敬拜 献给圣父圣子圣灵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好 感谢主 那我们现在把我们时间 交给Nina姊妹 感谢神 我们的Nina姊妹是一个 神特别使用的天使 特别使用的天使 她有很多奇妙的见证 那我不一一介绍了 让她自己来介绍她 她是怎么信主的 怎么样在主里成长 又怎么样被神大大的使用 成为一个特别的福音的使者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 交给我们美丽的Mina姊妹 请Mina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 我今天第二次 又到这个周围这边来 那我今天 跟大家讲的这个故事 希望大家会喜欢 不过喜不喜欢 这个都是真实的故事 那我就告诉你 我叫做 其实我的中文名字 我英文名字是Mina Holmes 上面有写 有些人也许是看不到 H-O-L-M-E-S 那是我的last name 那我中文名字呢 叫做姚维林 那我这个中文名字不常用 这个因为大概是四十几年没有用了 我是14.5岁的时候信主的 那上次可能没有讲 14.5岁 那个时候大概是 应该是说我在小学六年级吧 那那个时候我的学校来了一位 我的同学当中来了一位 这位同学呢 长得非常的高大 那听说 他还是中美的那个学生 那他的祖母是那个宣教士之类的 OK 那他到我们这一边来 那住在我们家里蛮近的 那他告诉我 他那个星期天他要受洗 然后要我去吃他的什么餐 那我想去吃什么餐听起来不错啊 这受洗我都搞不清楚是什么叫做受洗 那我想去吃什么餐 那去吃什么餐都可以 我就而且那个家会就在我家后面 那我想好啊我就我就去了 结果没想到我去到那里的时候 我看大家在那边坐着 一排一排的 这看起来蛮安静的还可以 然后呢 就说这一看起来对我来讲很新鲜 蛮刺激蛮新鲜的一个场面 你要是说没有去过那个教会里面 你会觉得 就说对我来讲 那个是看起来蛮新鲜刺激的 然后上面有一个人在那边讲话 我想那个人就是牧师 那个牧师就告 就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那个世人都有罪 都亏欠神的荣耀 那那时候我一听 嗯没错 我真的是有罪 因为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是亏欠神的荣耀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我脾气很不好 他说脾气不好呢 说事也不能真正的怪我 因为我们家六个小孩 我们家六个小孩 有没有听过啊 这么多人 我们所有人当中 就是据我所知 我们家人最多了 六个小孩 那六个小孩 这个 可是我又 我觉得我个性蛮强的 然后那个我父母跟我讲的话 有时候他们没讲清楚 他们就怪罪下来了 那我很气 那我这一气呢 这个气了很多年 所以这个是觉得一肚子气 所以他们讲话的时候 我的反应不是很好 可是我的成绩其实是相当不错的 那个时候我是学校的什么 在学模范生吧 就说那时候我觉得我的成绩不错 可是因为我不是校外的模范生 只是校内的模范生 那时候我就觉得 这个第二名好像没什么 没什么稀奇 不过其实已经相当不错 那在那个情况之下呢 我父母没有说给我特别的 这个注意力 就是说我们 你想想看 六个人 然后呢 我父母来自中国大陆 广东省 广东人 那讲的是广东话 然后 我一直转学 那到了五年级的时候 我得了这个在校模范生 我觉得应该是不错了 那时候六年级了 我觉得已经不错了 可是 没有得到很大的那个奖赏 所以我的 那时候我是觉得 我的脾气 就是应该是说相当的不太好 所以当牧师说 我们四人都犯了罪 亏缺神的荣耀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小事情 就做了这么大 我一听就觉得 对对对对 我就是那一个人 我就是 我就是这么一个 这个把小事做大的 这个 这么容易生气的人 你知道吗 我因此就 就相信 相信神 就这样受洗了 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就说 现在回想起来 我今年 不好意思 今年67岁 你看起来很年轻 谢谢你 还有Michael Michael在那 Michael 我知道 你上次 讲得非常好 不过 所以我在那边 14.5岁的时候 我就这样子 这么简单 那么荣耀 就说 这么简简单单的 你说我 你说我 我真的是 犯了罪了 因此 所以那件事情 我就这样子 相信耶稣了 结果 你知道吗 神给我的路 应该是说 非常的简单 他给我的路 就是说 回想起来 67岁 回头来看 神给我的这条路 真是比别人容易多了 就是以我的感想 比别人容易很多 因为这么简简单单 我就相信神 然后回去以后 我就跟我二哥 我就跟我二哥说 那时候我二哥 他读的学校是大直 然后我跟他讲说 我们那个 后面有那个教会 他那里还有打乒乓球的 你没事的话 你可以过去看看 那他说好啊 他就去了 没想到他也信主了 然后呢 他就跟我 跟我大哥 讲同样的话 结果我们家的人 就这样子 一个一个 我们家六个兄弟 我第一个信主 然后我二哥 然后我大哥 然后我二妹 然后小弟小妹 一个个就这样子 六个人都信主 那后来我父母看到 我们好像 那个是一个 那个叫什么会的 不是 不是进信会 也不是 那总而言之 那个教会是不多 那个叫什么会 我忘了 聚会所吗 聚会所 也不是 也不是 那个教会的人 人不是 就是我觉得 我现在知道 那个教会的人 不是很多 不过 不过总而言之 就在我们后面的 那个教会 在那里信主 然后我父母看了 就觉得 你们这些小孩子 都去信主了 对对对对对对 信义会 对对对 信义会 哎呀 感谢主 信主 我没有他的那个照片 他是 对 是信义会 台湾没有 没有几个信义会 那个信义会的 我就是在那里信主 那父母在那边一看 你们在那里 都好像 好像我们真的有改变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是有改变 那父母看也觉得不错 那父母他们也 也开始去 他们的教会了 那从此 我们就 就这样子信主 然后到了初中 然后我也去跟大家 传福音 那高中的时候 我还 我做的是板桥 板桥高中 有没有听过板桥高中 不是很好的高中 可是最起码 现在回 那时候我是觉得 很不好意思 我考到板桥高中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也不错了 能够 那时候考到的 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然后还做了那个 高中的团契 我毕业的时候呢 我们大概是有五六十人 在那个团庆里面 然后大学 读的是师大 然后呢 开始了 我大学毕业不久 居然有人告诉我 我们在台湾那个南部 有一个步道会 需要有人去帮忙 你可以来吗 那那个是我第一次 第一次真的是坐火车 到南部去 就是说第一次 就是说经过这么长的道路 把台湾走了一趟 这个坐火车 走到那个南部去 然后就住在的 那个熏教室的家里 那这个熏教室的这个家里 没想到他那个是 宋能儿的那个团契 不晓得大家 没有听过宋能儿 他现在已经过世了 那他是美国华侨 然后去台湾这个宣教 然后他带了这个几十个美国的那个 美国人都过去 那时候我是觉得 哇 这么多人 都是美国人 然后他那个宋能儿的那个团契 那里需要有人翻译中文的 那他们好像也找不到人 就居然也找我去翻译 不是大厂的 是就说在前面翻译的人 我就上去给他翻译 那从此我就认识那边 那边的那个有一个弟兄 他后来成为七百俱乐部 在台湾的那个团人 对不晓得大家没有听过 700 club 700 club 他的老板 Pay Robinson到现在还在那个电视 好像这里在洛杉矶是13台是不是 Channel 13还是Channel 9 好像是9点 早上9点吧 700 club 这个节目 那老板他这个做了700 就说700 club 后来就说他来台湾找那个 可以能够主持那个台湾节目的人 那他就找到 我当时我去他们家住的这个 宣教师的那个家里 那个时候我记得他们蛮穷的 他们好像也没什么饭吃 没饭吃 然后这个常常饿肚子 不过他们也不说 后来这个被 被叫到台北做700 club的那个 那个Chairman 然后他就去了 那去到台北的时候 我也跟 就是说我那时候 我也回台北了 然后帮助他们看房子 然后找地方啊什么的 然后他做那个director 后来他们做了半天 他就问我 Mina 你帮我帮了很多 帮忙帮了很多 那我现在需要一个 assistant director 那我希望你来做我们 700 club 这台湾的assistant director 那时候我是听了觉得猛叉叉 OK 虽然说我是四大毕业 可是我那时候是夜间部的 所以没有 就是说没有 必须要再为国家工作的 这个决定 那他那时候要我做 700 club的assistant director 我是觉得 这有点 我都跟他讲说 可是我 我什么都不会 他说 不会啊 你会做的工作都是我需要的 他就讲了一堆 我现在讲了 讲了这些话的故事就是说 现在我还想那句话 我是67岁 回想起来 神是怎么把这恩典 放在我的身上 这样子带领我 虽然说我认为说 我什么都不会 可是在他的眼光里 他觉得我什么都会 从那个训练 训练人 就说在电话上传福音 就是我们有那个700俱乐部 的那个节目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 700俱乐部 有的话 你能不能举手 我看看 有没有 700 club 有 有有有 OK 那很好 就说700 club 他的那个节目 他除了 他除了讲话之外 他还有其他的 他的program 有救济的一大堆 那那个时候 在台湾 大概四十年 四十几年之前 还没有这么复杂 不过大概 大概也是如此 那那个时候 700 club 算是 应该是说 全世界最大的一个 那个network 那我们在这个台北 他那个老板 就跟我讲说 你请进来 那时候我跟他讲说 可是我什么都不会 他说 你会啊 他就跟我 举了一大堆事情 那果真那个事情是我 原来就做过的 好比说这个 请人家来听福音 训练人 怎么在那个电视上 就说人家 看了节目 我怎么打电话来 你怎么回答问题 这一大堆的 我说原来 原来神要我训练的时候 我在初中高中 我做基督徒的时候 都已经训练过 因为这是我当时 就在做的工作 然后呢 又在那个 我们那个节目 是在中视 就是中国电视 那个中视 那边演的 然后呢 他要翻译成中文 英文翻中文 那英文翻中文 那我也会写啊 所以我就变成是说 一个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干 所以那个老板请了我之后 他就 然后我又找了一堆这个volunteer 去做他的那个 斜白修乐部的那个 协谈员 然后呢 我们 协谈之后呢 晚上 我们可以去走路 到那个师大 师大那个附近 有没有停过 师大附近有那个小吃店 去吃东西 然后呢 给他们车费 就这样子 过了 两三年 我觉得日子 真的是非常的好过 那去到 然后呢 平常呢 还去那个 人家教会 有人教会 请我们那个老板去讲道 然后我也去 过去替他翻译 翻成那个 英翻中 或者是我把那个中翻译 跟他讲 到底这个中国人 讲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回想起来 这些工作对我来讲 当时是不难 真的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可是回想起来 感谢主 是因为 我这个14.5岁的时候 就信主 就真的是 非常的 非常热心的 做他的工作 那这些工作 一个个的训练到 我真的要做的时候 可以做 后来 我做了两三年 大概三年左右以后 我决定来美国 就考试 考那个留学 那时候好像 对 那时候我考试 然后就到 到美国 到西雅图 华盛顿大学 那这个 华盛顿大学 又是一个 很好笑的一件事 到那里 跟台湾 真的是不一样 唯一一样的 就是那边下雨 台湾那个 那个夏天的时候 下雨 下到之大 不像那个洛杉矶啊 我们现在 我现在在洛杉矶讲话 一年下没几场 在台湾的时候 那时候下雨 下得非常的大 所以在西雅图那里 下雨 对我来讲 这个小事一种 没啥稀奇 但是 很可惜的 就是说 我不知道 那边下雨 居然还有人会自杀 就我那个 我住的那个地方 就是我住的是三层楼 那 那些人 居然是楼下的 就这样子 那个人就不见了 后来知道 他是 后来我才 我才跟我 我跟我那个 别人讲说 这个 这个人怎么这样子 就不见了 他们才跟我讲 你不知道吗 西雅图是美国的 那个自杀城市第一名 我吓了一跳 西雅图有这么可怕 我就赶快搬 搬城市 然后搬一搬 搬到这个 神诺西亚什么的 然后后来就搬到 这个洛杉矶来了 那这就是我从这个台湾到这个西雅图 然后 神诺西亚什么 然后到洛杉矶的这个 这个历史 然后到洛杉矶之后 我开始这个 待会要找事了 结果你猜我做了什么事情 我做的居然是 律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的 这个文书工作 那这跟我原来 记不记得我原来是一个 斯大美术系的 那怎么现在来做这个工作 后来我想 又是感谢神的 祂照我的时候是照了一半的 我是50-50 一半的我可以做这个 艺术的工作 另外一半的我可以做这个 另外一个这个 相反的 用脑的这个工作 那律师事务所需要用脑的 那感谢主 两边都用上了 那从此变成这个律师事务所 后来总而言之 这个长话短说 过了这个两三年 就开始遇到我的先生了 那就是Kies Holmes 所以这是我的 last name H-O-L-M-E-S 在那边遇到他 那跟他相遇的时候 我不知道啊 他这个人 居然会这么喜欢我 第一眼就看见就觉得 他蛮喜欢的 那后来我们果真是 果真是 我也喜欢他 然后我们两人就结婚了 那感谢主 就是说回想起来的这一段事 我是充满了感恩啊 真的是神的路是 当时总是有困难的时候 就像大家今天会遇到的这个情况 当时是有困难 但是我在当时的时候 就是那么一件事 那就是我从初中的时候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信主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 神是 他是 他是一个神 他是来救助我 把我的这个坏的东西都拿走的 然后他会给我恩典 从那样子的这一位神 从这个小小的 知道他这么一点 我知道这个各位当中 有刚信主的 你才刚信主 但是我就是告诉你 你不用知道那么多 你就是知道一点 那就是神是爱 那这个爱 你刚开始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 知道或是感觉 但是你相信他 耶稣基督 他真的是爱 他回想起来 他真的是 一点一滴 一点一滴 就这样子给我带 给我带 给我带 带到我现代的这个地步 那我也没有犯错 有啊 我犯错多得很 你莫做错 有多得很 有没有悔改 有多得很 但是我 神让我保守到现在 我觉得我 应该是说 现在67岁了 那67岁有什么好处啊 那我跟你讲 67岁的好处 非常的多 我经过了这个人生 那这个人生是什么 这个是各个滋味都有 但是呢 我的基督徒的人生 我是个基督徒 我的人生跟别人有没有不一样 有不一样的很 因为我的人生 因为我的人生是我知道神爱我 我遇到困难 我有需要的时候 神就在那里 他看见我经过了这些痛苦的 这些 这些经验 他会帮助我 他从小小的事情就帮助我 他从大到小的事情都在看顾我 不管是我做的事情 你说我现在是 我先生是律师 我现在还在律师事务所做事 律师事务所的事情难不难 说难吗也难 说容易吗也容易 怎么更难法 因为他的 他的事情是 你需要执照来做这件事 你需要懂得法律 你需要懂得很多东西 这个是难的 那容易不容易呢 也容易 你知道他该做的法则 你按照他的法则去做 你用你的最大的智慧 你可以做下去 那你天天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按照你所知道该做的就做 你可以成功的 所以我们到现在 律师事务所 还是在那里撑着 虽然说过去一年 一年多 因为大家不用上班 所以我们的生意 几乎是快要没有了 但是你猜 那又是神的工作又过来了 那就是神给我的 神给我们的其他的方式 让我们赚钱 什么方式 他让我们有投资 就是说过年 就是说去年的这个 美国的那个股价 从22000到现在 差不多33000的 就是说他的股价 往上涨 换掉是说我们可以用 因为那个股价的关系 把我们撑着 所以感谢主 他让我们这个 因为股价的关系 就让我们这个生活 是可以过得去 那不但如此呢 我们还可以这个 帮助很多人到这个埃及去 所以我先来讲 这个经过了这么几十年 那我的信主 跟我现在有什么关系 那关系多得很 我就想讲起来了 这个我在律师书所 应该是说过去几十年 没有什么很特殊的 导师我在 应该是说2011年的吧 大概十年前的时候 我开始进入到 就是说比较传福音的 这个时候了 就是原来的日子 其实很简单 你去你 你平常上班 然后你白天去教会 然后然后你捐钱 就这样子 很简单的 没有想到其他很复杂的东西 但是十年前的时候 我大概是 我说大概这个时候吧 我就听到一个故事说 你知道吗 你妹妹 他们现在在传福音 而且传到巴基斯坦 害我吓了一跳 你说什么 巴基斯坦 这么远 对 就是说以美国来讲 巴基斯坦是蛮远的 我想这么远 然后呢 他们全家都搬去了 我想 他们全家都搬去巴基斯坦 还有这个事啊 结果我 那个时候好像打电话 没有那么方便 我就 我就问我们家人 他们说是的 那他们果真是去了巴基斯坦 那我就跟我妹妹说 我妹妹说 现在不方便说 我的裤子都没口袋 对 我不要 我要带着想 我们找机会 我去台湾的时候 然后他再来告诉我 他那时候也会回台湾 所以我就 找了时间回台湾 那那个时候 已经是很多年没有回台湾了 很多年没台湾 是因为律师事务所 真的是很忙 那我父亲过世 那父亲过世的 这个事情 对我来讲 也是另外一个见证 父亲过世的那个时候 我听说 有一个朋友打电话过来说 你爸爸过世了 我一听 我的这个泪水 整个冲刺 我想 我在美国读书 我是想是说 我在美国读得好的话 我能够把他接到美国来 因为台湾那个空气 他是有气喘的人 因为那个台湾的那个下雨 下雨下了很多 对他来讲 他的肺喘不好 他有气喘的人 可是怎么会 这个时候他就 59岁 他就过世了 那时候我哭了半天 那但是那个时候 神给我第一次看到 看到他一个见证 那是一个vision 我记得那是下午 那我在睡觉 应该是说 我哭了昏睡过去了 然后我睡觉的时候 我就看见 看见我爸爸 然后呢 他被天使环绕 那次我看见我那个爸爸 他看起来就三十来岁 那旁边那个天使 都长得非常的好 那我爸爸在那里微笑 他才三十几岁 而且在那里微笑 而且被天使环绕 我一看我就觉得 哇 感谢神 那是神给我的一个意象 我知道这是他现在的情况 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他 那个样子 他在台湾的那个样子 不像他现在 我现在看到的那样子 因为我 你记住 我爸爸那时候 他是医生 那时候他从广东来 你知道广东人 广东来的男人 什么都做 他会煮饭 他会什么事都做 他在家里炒饭煮饭 做什么 然后我妈妈什么都不会 我妈会生小孩 然后呢 他是校长 他会赚钱 可他这些家事 他都不会做 所以变成我爸爸的做 我爸爸的做事 所以他 我记得我爸爸的脸都是 一看都是蛮 蛮 就是说蛮愁苦的 一个脸 跟我在那个神 让我看的那个脸 真的是不一样 神让我看见 他的那个三十几岁 非常轻松 非常愉快的那个脸 真的是跟我在他 在我世上认识的 这个爸爸不一样 我就知道 这是神给我的一个 一个见证 说我爸爸现在 是在一个很好的地方 而且是被天使环绕 那应该是我 我第一次看到 看到一个这个影像 是神给我的这个影像 我非常的高兴 那我回去的时候 参加他的那个 葬礼的时候 我有看到他 好 那我第二次回去的时候 就是跟我妹妹见面了 他就告诉我 他们在巴基斯坦 经过了这么多的困难 但是呢 每一件困难 我现在跟你讲 就是说 我知道你们当中 有人才刚信主 但是我们的神是真的神 因为他给我们的是 实际的帮助 不是说人家说而已 我现在告诉你是 实际的帮助 我妹妹告诉我 神就告诉他们 他们说 好比说他们在那里 几个人 去传福音 然后呢 会有人在前面看路 若是有什么警察来的话 这些人会散开 可散了以后呢 去哪里见面 你都不知道 所以他们说 我们散开以后 让神告诉你 我们去哪里见面 那果真 他们散开之后 他们去见面的地方 都是同一个地方 你相信吗 神就告诉这些人 不同的人 一个答案 他就是去 某个地方 去见面 所以他们天天 经过这样子的神迹 你说你难道 你不信神吗 OK 那在巴基斯坦 经过 非常非常多的 这些神迹 另外一个神迹 我告诉你 他巴基斯坦的神迹 就是 在 你这几年前 有没有听过 回教徒 他们在 在美国 冲过 这个 纽约的 那两个大楼 把那个大楼 那个炸掉的 那个 那个 那他那时候 也是在巴基斯坦 那巴基斯坦 他住的地方 居然是我妹妹 他们住的地方 同一条巷子 也没有听过 这种事 我妹妹 她就觉得奇怪 这些人 这些人 就是说 他不知道 这些人是什么人 只是知道 这些人的那个车 对这样子 蹦过去 后来他们 才知道 原来是 本罗阿等 是在巴基斯坦的 那个巷子里面 这件事 蛮好笑的 好 那这个 这我就知道 原来如此 他们在那里 开始传福音了 所以我在美国 我也开始 跟人家讲 这个 他们传福音的故事 要他们捐钱过去 那这个 我觉得 我觉得 这是我 第一次 来讲 这个传福音的 事情 那这个 到了 后来就开始认识 我知道 这边有 有人叫 这个 崔西的 崔西 在崔西料 在我们这个里面 她都看到我 在那里讲 这个故事 崔西你记不记得 我在 应该是说 妇女会吧 对对对 你们妇女会 在那个 在那个 罗拉太里面 记不记得 我讲他们传福音的故事 然后 我叫他们 你再讲话吗 我听不太清楚 就开始的讲他们那个传福音的 这个故事情了 然后就这样子过来 然后呢 我们从那个 埃及 开始有人告诉我 哦 他们埃及 这 2013 蛤 然后呢 这个埃及 我认识那个埃及人 埃及人说 这个十几二十人 在什么国家被杀 然后呢 这个埃及很需要帮助 那任我 问我 我认不认识有什么官员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给他们国家帮忙 那你就知道 我告诉你这个故事 不是说我有多稀奇 而是说你真的 你听到一件事情 你起来做 神会给你力量的 虽然说我讲的这些 听起来有点像是天翻夜谭 不过这是真的 我就只是听说 这个埃及人讲的这个故事 说他们被杀了 然后埃及需要帮助 有没有认识这边 我们这边什么官员 能够给他们帮忙 那那时候我想 官员 我认得这边一个官员 Ed Royce 结果搞了半天 你知道那个Ed Royce是谁 Ed Royce居然是美国国会 外交事务的主席 外交事务主席 Ed Royce在Roland High那边的Ed Royce 就这样子马上就遇到他了 我就跟他讲 我说这个埃及现在真的很需要帮助 想了半天 他听了 这样子 没有什么多大的表示 然后我再问他的那个 问他的那个staff 那他们也没讲什么 我在再一次问的时候 他就说好 他会去问 就过真 他是在美国国会 他的强迫 两边的那个会员 都来开会 他们果真你知道吗 他们以239票 239票 对付零票 他们要支持埃及 派了两架飞机 那个飞机里面放的都是 支持的那个药 那个物品 给那个埃及总统 然后呢 我给他们金钱 多少 我想最起码 200万美金吧 最起码 给他们金钱 给他们这个 这些支柱 就给了埃及的 所以那里就是说 从我 我是第一步走向埃及 虽然是从那里开始了 但是我 我原来是不知道 从那个 帮助这个埃及朋友 给他们这个金钱 给他们这个 药物开始 那从那里 又有什么 在美国就 一大堆事情了 就是说 我现在讲的就是 就是告诉你 那是我的第一步 没有很难 但是我这样子就跨出去了 那后来呢 在经过 就是从这个埃及朋友 他们的需要 跟他们资助啊 帮助他 就是说给他们 做他的那个什么 怎么讲 算是他的 board director 给他们金钱啊 什么 给他们帮助 这样子开始 然后呢 后来就遇到 别的 像这个 我们在洛杉矶 就是 诸位也是在洛杉矶 那个时候 还有什么 开大会的 那个时候呢 我跟那个 崔西廖的 那个教会 那个陈牧师 我也不认识他 因为我没有去 那个中国教会 我去的是美国教会 就去陈牧师那边 是崔西跟我说 去那边讲话 然后我发现 那个陈牧师 都不认识我 但是我还是脸皮黑黑的 我跟陈牧师说 我今天 能不能讲 能不能就是说 你们开会之前 我就讲一两分钟就好 结果 他都说好 这个陈牧师 居然说好 我就 就说我们在那边吃完饭 就开始讲了 我就跟他们讲 我 那个时候的需要 那个时候 居然也有 菲律宾牧师在那里 那也有从 这个以色列来的牧师 也在那儿 也不是牧师 就是说去以色列的人 也在那儿 这两队 那这两队 居然在那个会后 就是说在会中 马上给我发预言 那发的预言 你猜他们讲什么 他们讲的预言就是 我现在在做的事情 那个时候他们不知道 只是跟我讲预言而已 那时候我听了觉得 这听起来蛮好的 蛮有意思的 OK 然后呢 我就开始又发展出去了 他们讲的就是 开那个 那时候是在洛杉矶 有各国的这个大会 那个叫做 那个叫什么大会 不晓得 我忘了他那个 就是在这个 他们有好 就是说各族的人都过去 在洛杉矶 几千人 几千 他不几千人都都在那里 开那个会 然后呢 我是有帮助这边的中国人 过去了 因为那个 那个陈牧师说 这样子很好 Mina你来帮忙 我说好啊 结果他一说 他人就不见了 他人跑到台湾去了 那我想 好了没关系了 我就反正就去找他 因为找了这个人 也找了不少人 然后呢 也找了不少牧师 我们在这里 开会的这个牧师 虽然有 八九十个 所以 八九十个牧师 去我那个开会的地方吃饭 然后就告诉他们 我们需要的东西 然后从那里开始 果真就这样子 八十九个牧师 从洛杉矶 中国的牧师 那这些牧师不只是 就是说 还好我们中国人 这个全世界 百分之二十是中国人 所以这个中国 这个人数不少 从大陆到台湾 到这个东南亚 一堆 这些牧师来了 然后 从那里 我觉得感谢神 让我踏进了 可以是说 帮助 我能够 做一份工作的 这个力量的 这个机会 那从那里 我刚讲的 这个埃及的这个牧师 然后 后来我们到 这个Washington DC 去那边开会 那这个Washington DC 就是因为帮助 我帮助了 川普总统竞选 那这个川普总统竞选 就是我想 请了这些牧师来吃饭 然后 然后呢 我们去那个Arizona 然后我们去这个 不同的地方 给那个川普 这个拉票 那你说 川普拉票 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因为川普 他赢的票 2016年 他赢的 那个 只不过是几张票而已 就是说 这些地方 90张 100张 然后那边地方 几十 就这样子 他只是赢了一点点 那这一点点 是哪来的 就是靠 我们这些 这个 名不见经传的 这些小人 在那里 一直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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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说我有什么稀奇啊 我感谢主 因为我先生 是我律师事务所 那个老板 那我在律师事务所做事 我那个事情 我可以放开 我就到处去 给人家拉票 那果真到 这些州的 这些拉票 就在这些 就说这些州的 那些小张的 那些票 果真是有奏效 然后因此 2016年 2016年的时候 川普当选 然后2017年 我们就去 Washington DC 开会 那那时候开会 大概去了 大概是两三百人 三百人左右 各国人都有 那我们华人 大概去了六七十人 感谢主 六七十个华人 真的是 一个非常大 大的一个要劲 那对我来讲 我来讲这句话 有什么稀奇 我觉得蛮稀奇的 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 通常是不管 事不关己 什么叫事不关己 反正我就是 每天去上班 然后呢 我赚了钱 回来养家 然后呢 我去这个教会 就这样子 这个 关于这个 政治 政策的事情 那个时候 真的是事不关己 我虽然是说 我有八九十个律师 来吃饭 那这些 不是律师 就是牧师这些人 来吃饭 什么的 可是那些人 大概是百分之十 可能是有听过 百分之八九十 都是没听过 这什么竞选 什么人要干嘛的 要选谁 这个没听说过的 不过最起码 他们大概知道 我是什么人 就是说是 一个蛮勇敢的人 所以他们过来听听的 从那里开始 2016年 然后2017年 就来了六七十位 这个中国人 去我们那个 Washington DC 那边开会 然后从那里开始呢 大家就 我是 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听 假装说我们在天上 在谈这件事情的话 我会跟各位说 谢谢 谢谢各位的这个 专心听 我们讲这句话 因为有人听了 有人照做 因此呢 这个人数越来越多 帮忙的人越来越多 让中国人能够参进 这个机会 那我说 这个有什么稀奇 那我跟你讲 为什么 我那时候开始有 有异梦 OK 神开始给我那个 那个梦 那个什么 大家也许 没有听过 什么什么 有些你刚信主 什么什么什么梦 那这个梦就是 我梦见 这个 我看见 这次梦里面 看见一个披茶 那这个披茶呢 我把它切了很多块 然后呢 我就开始分这个披茶 那一片一片给 可是我分的半天 中间的那一块 就是分不掉 那中间的那一块 就是要神给我的那一块 那旁边的披茶一直分 就是分不掉 就是说 他们是给 可是中间的那一块 分不掉 后来我中间再看 哦 你知道吗 原来上面有耶路撒冷 吉路撒冷 吉路撒冷的拼法 你猜是什么 这个中间有什么字 USA 吉路撒冷中间的字是USA 那搞了半天 USA就是要帮助 吉路撒冷的国家 哎呀 这是太大的一个惊奇了 我怎么会有 这样子的一个梦 吉路撒冷 我们美国就是要帮助 耶路撒冷的 所以帮助耶路撒冷 这是我们该有的这个 该有该做的事情啊 所以我从那里开始 我就开始这个专注耶路撒冷的事情 大家要知道 我对耶路撒冷 应该是说没有印象的 怎么说呢 因为原来 我就说传福音的那件事 在巴吉斯坦 那那个传福音的 你猜这些人啊 都是大陆 中国大陆过去的 百分之九十五 这大陆的那个教会 尤其是大陆的 这就是不是上面的教会 是下面的教会 然后这次是年轻人 大陆的这些年轻人 那这个老师呢 是哪里来的 台湾过去的 那台湾的人去大陆 教这些大陆的学生干嘛 去传福音 去哪里传 第一站就是巴吉斯坦 是这样子过来的 就是中国的这个 中国跟台湾的这样子的关系 那这些人都开始传 那这个跟耶路撒冷 什么关系啊 耶路撒冷是最后一站 就说以他们看法 就是说传福音 回耶路撒冷 然后回耶路撒冷以后呢 我们就上天去了 换句话是说 耶路撒冷是最后一站 所以对我来讲 耶路撒冷不是不重要 而是说是对我来讲 是最后一站 所以我怎么会去耶路撒冷 那讲着这个故事 就有人打电话给我 那这个打电话的人 虽然你猜是谁 就是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 川普总统当选 然后我们去那里 庆祝吃饭 然后当天晚上 就有一个人 从那个会里面出来 他是耶路撒冷来的人 他说Mina 我们很需要你的帮助 然后他给我 他的名片 我一看 这是耶路撒冷来的 嗯不错 可是对我来讲 耶路撒冷是 不是说没有关系 而是说最后一个关系 所以我跟他谢谢而已 那没想到2017年的 这个应该是说八月九月的时候 他的老板就来了 就打电话过来 我是在洛杉矶 他是在德州 他打电话 说你愿意不愿意 到德州来跟我们见面 那 我那时候一听 哇 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位官员 他要我去德州跟他见面 我到底要不要 那这个事情真的是很难抉择 我就祷告了 我在那边洗澡 那那个时候 我都觉得圣灵师告诉我 那是一件好事 哇 我一听好事 好事的话就应该去啦 所以我当时我就请了 我两位朋友 也去听听看 所以我们三个人就到德州去了 去那里 他就告诉我 他的故事 然后 我也来讲我的故事 他说好 你有没有去过 耶路撒冷 我是没有 他说你要来看看 我说为什么 他就告诉我 他们在 在以色列做的事情 那他以色列的政府 就把全世界的这个 以色列人 全世界 我说的是全世界 带回耶路撒冷 那这个工作 非常的困难 怎么说呢 因为他们 要筛选人 从这个 苏俄啊 从非洲啊 从中国 连中国都有 从这里啊那里去筛选这些人 那这些人 他们有的是没兴趣的 然后来跟他们讲 为什么要回耶路撒冷 就是各样的事情 各样的工作 各样的金钱 他们去耶路撒冷 连那个话都不会讲 然后从那里 那个年轻人 要怎么带他们 学那个先博来文 这些 这些事情 哇 说起来 这个事情真的是 非常的多 那 我听了 我是觉得 不错 果真 这个事情是很重要 可是我到底要帮助他们 还是不要 那我第一次 听了以后 我就跟他们说 这样子的话 我去枯墙 我要去枯墙 去祷告 看神怎么说 结果你猜 我走到枯墙 我走过去 眼睛我一张开 我就看见 两个字 你猜我看到哪两个字 救恩 救恩这两个字 我吓了一跳 你知道吗 我四十几年没看过中国字 但是我看到 这是救恩那两个字 那然后我就看见三个骆驼 然后三个骆驼上面 背的是很漂亮的礼物 不是乱七八糟一堆的那种 而是很漂亮的那个礼物 然后还有这个引领骆驼的人 住在那里 大白天 我看了 就这样子看了这个异象 我这个眼泪就这样子蹦出来了 在那里痛哭 我知道是神给我的异象 我怎么知道什么是异象 因为我以前看过 看过应该是说 这个时候已经看过不少异象了 这个异象的 异象的过程非常的奇妙 有空的话再告诉你其他的异象 那这个异象 我看了以后 我就在那里 哇 神爱以色列 让你我看到的救恩 我让你看到我们该做的事情 就是给他们带礼物过去 这是我该做的事 从此我就告诉他们说 对我愿意帮忙 那然后 去了两年 就是说去了两次 以色列 我回来美国以后 就告诉这里的人 那这里的 也蛮热心的捐钱 我们捐了大概是将近加在一起 给了大概是20万美金 我说美金 给以色列20万美金 然后呢 后来想 我应该也去埃及 因为那个时候在那个之前 我已经看见了 我们这个神给我的这个经节 就是以色列19章23节到25节 那我这么一看 哇 上面讲的是埃及耶 我没听说过埃及 埃及跟这个救恩有什么关系吗 这个以前我是想 以前老实说这是这是我们的想法 这些这些这个回教的这些人啊 跟他们传福音传了半天 都好像都没有用 不过我们还是要尽力跟他们传 反正传到这个耶稣再来的那一天 他们不相信就算了 那反正我们就知道天上去了 我果真是这么这么的想法 像他们会拒绝的 是这样子 所以没有想到说埃及有什么稀奇啊 结果我看到那个经节 说埃及会传福音给 给这个 这叫什么伊拉克 然后伊拉克北边 克德斯坦 然后这些传福音又回耶路撒冷 然后他们会 会这个相处的很好 我想哎 这个经节没见过 那既然是这么写的话 那是真的了 所以我要去这个埃及去瞧瞧 但是这些中国人听说去埃及 没兴趣 没兴趣去埃及 没兴趣 没兴趣没兴趣没关系 圣经这么说我就要这么做了 我还是要去埃及 结果我找的这些是外国人 外国人跟我去埃及了 那这些外国人我们去到埃及 那有一个中国人 那个人叫Paul Shea Paul Shea的这个就是保罗长老 大家应该也认识他吧 那个认识的举手 认识的 你认得 我认识 我认识的 我认识的 我认识 这个 这个 这个Paul 长老 他也去 就说跟我们去埃及了 然后去了前三天 我们去 住的是最好的饭店 因为我们是想去 去到埃及那种地方 要住干净一点的地方 所以住的是那种饭店 而且那个价钱也不贵啊 跟这里的差不多了 然后去那里去埃及 然后我们前三天玩得不错 去那个骑骆驼什么 但第三天之后他就要走了 好不好那你走你就走 那我想我留到埃及 我还是要去 我就跟他们讲说 我还是要最好去找一个 这个埃及的基督徒 来跟他们谈一谈 就有一个人说好 那我去带你去见 这里的埃及的基督徒 那那位弟兄就带我们去 这是黑人 带我们去见那个埃及的基督徒 那去那边一见 嗯 不错 那 我跟他们讲说 我是 这个 以赛亚十九 就是我们的 我们这一对叫以赛亚十九 那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错 搞了半天 他也是以赛亚十九 只是他 只是他不知道我讲 我也是以赛亚十九 他也 他 他们也是以赛亚十九 只是我不知道他们是以赛亚十九 这些说起来真的很好笑 因为他英文不太好 那他一听他好高兴哦 然后呢 还请我到他们家 就说请我们呢 我们几个人 到他们 他们那个房子那边去唱歌啊 什么的 给我们他们的国旗 埃及的这个国旗 然后我回来以后我好高兴哦 既然在埃及遇到的这个基督徒 好 然后我们开始 每个月也看他们那个捐助 给他们那个经费 帮助他们那里传福音 然后呢 我们也去的那个 去这个伊拉克 那伊拉克也是 去到哪里那个国家 跟你的想像真的是不一样 跟以色列不一样 跟埃及不一样 就伊拉克就是 这个国家 我去到那里 我吓了一跳 怎么你说的这些都是圣经的地方 圣经的故事耶 你说的这些山 这我的圣经我都读过啊 你讲的这些地名 我的圣经我都读过啊 搞了半天 这个都是基督徒 在那里传福音的地方 而且那个亚伯拉罕 就是从伊拉克的南方过去的 哎呀 那时候我想 这些故事 大家要知道 不管男人女的 我们这边两个男生 我看到你的脸了 这个Michael 还有这个Elaine 的这位男生 Be Happy 我要看到你 男人女的 都应该知道这些故事 就是不只是 不只是这个 就是说不只是以色列啊 我们要传福音到这些地方 那你说这些地方有什么重要 又回到我讲的这个 圣经 这是圣经里面 以赛亚十九章二三节 福音要从埃及出去 然后埃及会传到东边的这些国家 现在来看了这个 然后再去一看 果真是如此啊 然后我们在那个伊拉克那里 就是说在那遇到的基督徒 我们一起去的 在那里要建那个基督教的医院 OK 然后在那里还遇到埃及的这个基督徒 他原来不是基督徒 在那里信主 居然是在伊拉克信主的这个埃及回教徒 成为基督徒的这些人 但是我是告诉你 中东有一个现象就是说 海比说埃及 他们原来大概是 原来第六世纪的时候 六的这个世界的时候 回教到了他们那里 换句话说在那个之前 他们不是 他们后来基督徒大概是 变成的几个percent 五六个percent吧 但是这个是几年前的事情 现在埃及大概是 你知道多少 二十二十五percent是基督徒了 这是从2016年开始 到现在 OK 真的是非常的兴旺 那果真他们 福音要从埃及 往东传 到伊拉克 然后到耶路撒冷 那耶路撒冷 你猜基督徒多少 我们传了半天 给了多少钱 传了半天到现在 大概是一个percent 可能一个percent都不到 是基督徒 所以果真他们讲的这句话 这个以赛亚十九章二三节 这个福音果真是要从埃及 传过去 传回耶路撒冷的 这件事情是真的 那我做基督徒 从台湾 传福音 到美国 然后 去到 纽纽约 到联合国 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后来果真 又到以色列 然后去了三次 然后 到了埃及 然后到这个 伊拉克的这些地方 那 我觉得神是让我 变成一个故事 那我来跟你讲 我的故事 果真是如此 我们的福音要从埃及 传出去 那我是希望说 大家来认识 若是想知道我们这个 我们的网站 我们的网站就是 Isaia19ministries.org 我再来写 Isaia 19ministries.org 大家有空的话 可以去看看 我跟Sindy Jacobs的这个故事 那我跟Sindy Jacobs的故事 也是 怎么讲 神就这样子 一下子给我挑过去 我原来讲 就是说 我在陈牧师那里的那个教会 我进去的时候 就遇到那个 菲律宾 跟那个 去以色列的 那个牧师 不讲牧师 就是说 传福音的 来为我祷告 从那里开始 神一下子给我跳过去 跳过去 跳到他们的那个领域那里去 那 又是埃及 又是这里 又是那里 然后回到耶路撒尔 然后又去 到处去的 这些地方 就是 我觉得神把我放 把我放在你们面前 我是一个镜子 华教师说 我做的 你们都可以做 但是最起码呢 你说 那有些人英文不太好 那没关系 你们可以跟着来 因为我讲的是中文 我可以带你们去 那希望大家一起来帮助 这个 我们这个 Isaiah19 Isaiah19ministries.org 进去看看我们那个网站 写的是什么 写的这些故事 我们的网站没有很 就是说 很多update 还没有做好 但是 就是最起码 那是 过去的这个故事 我们现在的故事也发展的 也算是蛮快的 还没有update 但是最起码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看看 看看我们的故事 那我们是 正在这个 吸收这个 会员 我们要讲什么故事啊 这个故事 是神的故事 神的什么故事 福音要传遍天下 那这个埃及人的 就说这个 回家人的福音怎么办啊 那就讲回家话 就说讲阿拉伯人 阿拉伯话的人去传啊 阿拉伯话的人 什么人啊 那就埃及人了 他们是唯一在 非洲的回教国家 在那里 会传福音 往东 然后传回耶路撒冷 这件事情是非做不可 现在正在做 而且是非做不可 而且是一件很大的工作 但他们做得非常好 非常快 他们也很需要很大的帮忙 所以我现在是在 希望是告诉我们这里的基督徒 在美国的基督徒 美国的基督徒是他们的第一线的帮助 怎么说呢 美国在说 我们现在目前遇到的这些情况 是不好 但是也是好 就是说美国现在也是 我们现在是在总统盾牌 我们礼拜一 每个礼拜一 晚上的时候八点 过来跟他讲 这个总统盾牌的这个事情 就是讲美国这个政策的事情 希望是说 把美国连接好之后 然后呢 我们这些 我们这些礼物 就可以按照我的那些印象上 记不记得我的印象上面看见 有什么字 两个中国字 救恩 还有旁边是什么 有三条这个骆驼 上面带的是礼物 不是乱七八糟的礼物 是很漂亮 很很简单的那种礼物 然后带回耶路撒冷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站 我们该做的事情 那这个事情跟基督徒有没有有关 非常有关 因为我们是谁 我们就是传达救恩的人 我们是接受救恩的人 我是接受救恩的人 14.5岁的时候 就接受救恩了 那到现在 我还在接受救恩 感谢主 我不是个完全人 尤其是 我现在还是在上班 虽然说年纪不小了 但是觉得上班也是蛮有趣的 然后我们是在传福音 告诉大家 这个福音 非常的可爱 福音 非常的好 天上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好 大家想什么 都有 这个天上的事情 我们以后再说 但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 以色列十九的故事 谢谢各位 那大家若是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可以开放大家的问题 来问一问 我们现在只剩下几分钟而已 耶 安吉拉欠 谢谢你 你那个大指头 谢谢分享 很激励 谢谢 谢谢 米娜姊妹的分享 刚才米娜姊妹讲到以色列十九 我把这一段圣经读给大家听 就更加知道什么叫以色列十九 以色列十九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 当那日 必有从埃及通亚树去的大道 亚树人要进入埃及 埃及人也进入亚树 埃及人要与亚树人一同敬拜耶和华 当那日 以色列必与埃及亚树三国一律 使地上的人得福 因为万中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 埃及我的百姓 亚树我守的工作 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 阿们阿们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美 这段经文怎么以前我都没有注意到 现在才知道这样子这么美的经文 感谢主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然后我们开放时间给大家 亲爱的天父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 你把救恩赐给了以色列人 也赐给我们列邦列国 使我们应信耶稣基督 可以成为天父的儿女 我们谢谢耶稣在十字架上 成就了救恩 在十字架上 你担当了我们所有人的罪 使我们凡事仰望你 信靠你 接受你十字架救恩的人 都能够因主耶稣的保血 而罪得赦免 我们谢谢主耶稣 你在十字架上 不但是为我们死了 而且是被埋葬 第三天复活 我们所信的耶稣是一位死而复活的 又争又活的神 你是神的儿子 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 成为人的样式 让我们人可以因此而得到 这样一份美好的救恩 我们正如米娜姊妹所分享的 她十四点五岁的时候得到救恩 然后她把救恩带给她的兄弟姊妹 带给她的父母亲人 是因她信主 是她的全家都因此得救 主我们感谢你 她现在不但是把这个救恩分享给家人 也分享给自己的同胞 然后你的使命带给她 是分享到列国 主我们感谢你 因着我们姊妹的服事 是埃及人得到祝福 是亚述人得到祝福 是以色列人也得到祝福 我们感谢主得到救恩的 有这样使命的人也是有福的 我们求你祝福 今天米娜姊妹所分享的信息 无论是现场所听的 还是在以后在录音当中所听的 都是有福的 因为你也得到了这样一位好朋友 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 因为我们的救恩都在主耶稣里面 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福分 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祝福以下的时间 我们想祷告感谢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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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太棒了 很好 谢谢